江苏泰州工地上 竟被挖出了一座清代墓葬 开关后直接惊呆了众人 里面竟是一具百年不服的女尸 其中面容更是比当年马王堆出土的 心追夫人还要清晰 不论是从墓葬的规格和形制 还是女尸身上棉制的衣物来看 似乎她都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 可是令人疑惑的是 为何她会拥有如此豪华的棺木 她究竟是谁 背后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今天就由我带大家一探究竟 看看这句江苏不服女士背后的种种谜团 喜欢看此类事件的朋友们 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想知道的故事 小编讲给你听 此外不要忘记长按点赞三秒 还可以触发神奇特效哦 2001年的春天 江苏生泰州市的春兰公路段 由于年久失修 所以正在拆除重建 这是一个稀疏平常的一天 工人们同往常一样 热火朝天地进行着自己手头的工作 其中一位工人 在经过一个小土堆的时候 机器突然出现了故障 熄火不运作了 她赶忙下去查看是什么情况 在她下去后 便看到车子熄火的主要原因 竟是她经过的这个土堆下面满是石灰 可是为何工地里会无缘无故出现石灰呢 她当时没有多想 不过机器一时半会好不了 可是也不能耽误接下来的工期 于是她赶紧叫来了几个帮手 和她一起手工挖掘 亲自施工 但是没想到 仅仅用铁敲铲了几下 竟传来一声巨响 在她的面前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洞口 里面似乎还冒着嘶嘶寒气 让人感觉背后发凉 在场的工人纷纷围了过来 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有人怀疑这是一个防空洞 也有人说可能是一个军火库 不过讨论归讨论 根本没人敢下去一探究竟 就在这时 一位胆大的工人拿起一块石头走向洞口 接着将这块石头扔了下去 只听到下面咚的一声 似乎是扔下的石头撞到木板的声音 地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倘若是木板的话 为何地下会有一块木板 工头听到喧嚣后 走了过来 发现这个洞口后 担心下面会有危险 于是赶忙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闻讯赶来 在这里拉出了一米的警戒线 将坑洞周边保护了起来 根据多年的经验 到场的警察发现 这里很可能是一座古墓 于是紧急联系了江苏省泰州市博物馆 希望他们前来查看 接到消息的江苏省泰州市博物馆 对此十分重视 更是由博物馆汪馆长 带领着考古队员们来到了现场 通过简单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后 他们先对这里简单地进行了一番考察 发现这里非常可能是一座古墓 于是汪馆长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挖掘方案 而后考古队员们开始沿着洞口方向开始挖掘 随着挖掘工作的不断深入 他们果然挖到了一些东西 在陆际的西侧方向 西松的土壤中竟有一块丝织品 里面似乎包裹着什么 揭开一看 里面是一块原木 接着在它的周围 又找到了不少的丝织品 还有很多散落的木板 这些东西的出现 无疑再次证明了他们此前的推断 这里果真是一座古墓 这样的发现 让在场的人兴奋了起来 不由加快了手中的进度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他们终于挖到了一座沾满泥土的棺果 不过眼前的这座棺果 显然被损坏得比较严重 整个棺果早就腐朽不堪 而且上方的浇江表皮已经被打碎 据他们推测 棺果上方被破坏的原因 大概是由于在施工过程中 修整地基石 用旋转机将土打松 埋葬在土地下的棺果浇江 也一并被打碎了 此时的他们希望里面的一切 可以保存完好 惊喜过后 似乎更多的是遗憾 当他们终于将这座棺果打开 可是掀开棺盖一看 里面不仅没有有价值的文物 就连尸骨都没有 最多有一些丝织品和服饰 那么棺果中为何没有尸体 他究竟去哪了 有人提出很可能 这座棺果中的尸体 被盗墓贼发现后盗走了 不过很快他的想法 遭到了众人的驳斥 虽然是有不少盗墓贼 常常游走在古墓之间 可是从未听说过 有哪个盗墓贼不到宝贝 却对那些尸体感兴趣的 一时间场面陷入了僵局 众人各怀心思 等待着下一步的安排 为了解决为何尸体会消失这个问题 汪馆长仔细对棺果 以及里面的私之品 进行了一番观察 而后认为 之所以尸体消失不见 是因为当时棺果被损毁 导致里面的尸体碳化消失 既然解决了这个问题 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 于是他们收拾好东西 准备离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 听到一个声音兴奋地喊叫着 找到了 找到了 那么他究竟找到了什么 原来在离古墓不远处 考古专家们又发现了一座古墓 这也重新燃起了在场人员的斗志 基于之前的经验 显然这次他们的挖掘 变得小心了起来 他们借助挖掘机的产土能力 先将古墓表层的厚土清理干净 然后继续进行挖掘 辛苦地挖掘了一番 而后一座完整的古墓也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他们在里面找到了两具棺果 这两具棺果显然和之前见到的不一样 在厚土的保护下 这两具棺果保护的还是非常好的 基本上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 尤其是在他们左手边的那具 连胶柱层都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 此外在这两具棺果的四周 考古队员们还找到了一些散落的淘气 这些东西应该是陪葬品 通过专业人员的辨认 他们发现这些淘气都是来自明代的工艺 而且从形制来看 应该也是明代的特点 由此看来 这是一座明代的墓葬 在清理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后 考古队员们测量了这两具棺果 确认了其大致的规格 发现这两具棺果的距离挨得很近 由此初步判定 这应该是一座合葬墓 虽然年代已经基本确认 但是他们此时心中的疑问也更多了 面前的这座古墓的规格如此小 为何要在此处埋下三具棺果 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样密集的墓葬 它们也是很少见到的 既然处于同一墓室中 这里应该是一个家族的合葬墓吧 那么这三具棺果的主人究竟是谁呢 此时的考古队员们 十分迫切地想要将种种的谜题一一解开 但是由于工地这里的环境比较嘈杂 而且他们有不少专业的工具都没带来 最后经过一番商讨 他们决定先将这三具棺果运送回博物馆 然后再进行开关 随后他们找来了施工队 借着起重机将这三具棺果吊起来 放到了货车上 运送回了博物馆 几经周折 他们也终于迎来了开关之日 我们刚刚也说到最先发现的那具棺果 他们已经打开 里面什么也没有 所以他们此次的目标 自然就是剩下的两具棺果 因此他们的目光 全都聚焦在了这两幅棺果上 这第二具棺果清理干净后 真容完全显露在众人面前 虽然焦江层受到了一定的破坏 棺木略有一些腐朽 相对来说 保存已经比较完整了 考古队员们小心翼翼的 用铁敲将上面的棺盖撬开后 发现棺盖板的下面 竟然还有一块黑色的内嵌木板 而且这块木板十分厚实 可以隔绝外界 很好的保护尸体 看来这次的情况 应该和之前发现的那具不一样 这也使得大家 对这具棺果充满了期待 当大家合力将后木板取下后 迫不及待地朝棺果内看去 但是眼前的情况 让大家再一次倍感失落 棺内的景象 让在场的人都说不出话 里面并没有什么珍贵的陪葬品 除了一具已经腐朽的尸骨 也就只剩一个木枕 此时这具腐烂的尸骨 也因为在运送途中的颠簸 被完全打乱 头骨也被压在了木枕的下面 在三搜寻后 确定里面并无其他有价值的物件 看来依旧没有任何 可以证明木主人身份的东西 但是面前的骸骨 还是有待检验的 在一番研究后 他们发现 这是一具女人的尸骨 下葬时间大约是在明朝的中后期 结合此前发现的第一座墓葬 他们发现墓主人的生活 应该十分贫苦 但是在明朝中后期 焦江墓代表的可是财富 毕竟制作这类陵墓工艺 还是非常复杂的 需要很多的金钱 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力 根本无法建造这样的古墓 此时的考古队员们 不由对尸体的真实身份 产生了怀疑 可是猜测并没有用 目前的棺果中只有一具尸骨 一块木枕以及此前发现的陶罐 和丝织品 仅凭这些有限的线索 根本难以判断尸体真实身份 难道这一次的考古工作 要白费一场功夫了吗 此时他们只能将所有的希望 都聚焦在这最后一具棺果上了 毕竟这是三具棺果中 保存最完整的一具 连最外层的焦江层都完好无损 专家们对它寄予厚望 希望这座看起来最有价值的棺果可以保存完好 以此来解开木主人的真实身份 那么这最后一具棺果会给专家们带来惊喜吗 点点关注我们接着往下看 期间 考古专家们担心 开关可能会破坏焦江层 出于保护的目的 他们进行了一番讨论 最后决定采用使用切割具的方式来开关 随着一阵刺耳的电锯声 棺果顶部的焦江层被以分为二 在场的所有人感到十分开心 也算是最大程度的保护了焦江层 他们的开关工作还在继续 里面的棺果被录了出来 可是这具棺果的棺果与棺果紧密地扣合在一起 而且中间还有不少铁钉进行连接 十分的隐秘 看来打开这一层还是非常困难的 此时有一位年轻的考古队员提出 要不继续使用切割具 将这里断开 可是他的想法遭到了拒绝 因为如果此时依旧使用切割具的话 很容易伤害到里面的尸体 所以还是只能靠手 于是他们又紧急加派了人马 终于在所有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打开了这一层棺盖 和第二具棺果一样 在他们将棺盖打开后 里面同样又一座厚厚的黑木板 看来想要揭开其中的秘密并不简单啊 不过此时的他们已经掌握了方法 这次不费吹灰之力 便将这第二层的木板拿下了 当这第二层木板拿下的那一刻 他们瞬间闻到了一股刺鼻的气味 不过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一闻便知 这似乎并不是尸体腐烂的味道 而是像一种年份已久的死水发出的味道 不过此时的他们根本顾不上理会这些 匆忙向棺内看去 可是就在打开的那一瞬间 棺内的景象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 他们痴痴地看着棺果内的尸体 满脸都是错愕和不可思议 那么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此时棺果内部 竟有一具紧缠裹尸布的尸体 仿佛就像是木乃伊一般 被放在一团被子的中间 整个尸体几乎被浸泡在黄褐色的棺叶之中 这也是为何他们会在开关前 会闻到死水味道的原因吧 经过目测 这具尸体的长度大约有一名五左右 最令人惊讶的就是 这具尸体的模样清晰可见 很容易看出这是一具女尸 她的皮肤保存完整 长相淡雅清秀 有着江南美女的柔美之情 眉毛根根分明 头发用不帽都整 虽然帽子的颜色 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褪色不少 但是依稀可以从帽子处看出残留的青蓝色 此时她双眼紧闭 仿佛只是睡着了一般 更加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这具女尸脚上穿着的布鞋 鞋底竟然依旧清晰如初 虽然此时女尸已经完全僵硬 可以其中一位考古队员伸手按压女尸的脚踝时 竟感觉到女尸的皮肤是有弹性的 由此可见 这具女尸的布鞋程度非常的高 毕竟在正常情况下 即使到了寒冷的冬天 尸体也最多可以存留半个月 就会慢慢开始腐烂 可是面前的这具女尸 为何历经了百年岁月 却依旧如此呢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此时她们不由想到了 著名的马王堆出土的那具心锥女尸 心锥夫人在当年被发现的时候 同样是面容栩栩如生 皮肤滑嫩无比 身体的一些关节仍旧可以活动 经过2000年的岁月 仍然像活着一样 令人不解的是 当时马王堆出土的心锥夫人 她的尸体之所以可以得到完好的保存 首先是因为马王堆是在地下20多米 被存放在地下水下方 此外在其棺果的上方 还堆放了大量的白糕泥以及木炭 可以很好地进行防潮 在这些条件下 棺果内部处于一种无氧的环境 可以很大程度地抑制细菌的存活 这才使得心锥夫人 创造了千年不符的神话 可是眼前的这具 可以和心锥夫人相媲美的女尸 她的环境可并不是很好 她的棺果距离地面 也就仅仅只有两米 和地表的距离非常的浅 在最初的时候 考古队员们将木光放到官叶的问题上 以为可能是里面添加了水银等防腐材料 毕竟在古代 人们还是非常喜欢用水银来进行防腐的 但是他们将官叶提取出来 进行检测后 发现里面并没有水银 在她的墓葬上方 也没有找到类似于高泥 木炭这样类型的防潮物质 做防湿防潮的处理 按理说如此简单的 一种下葬方式 尸体早就已经腐烂不堪了 为何此时 他们眼前的这具女尸 会保持完好无损的呢 经过一番仔细的研究后 专家们发现这具女尸 之所以保存完好 还是要归功于 这个焦浆木工艺 利用石灰 粗沙 糯米浆作为原料 采用夯住的方式 涂满棺果的六个面 它就和我们现在的混凝土一般 会将木葬形成一种 良好的密封环境 此外再加上 棺木的密封度比较厚实 也就使得整座墓葬 也就使得整座墓葬 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环境 虽然在百年来 可能中间会有水 渗入到棺果之中 不过大部分微生物 是无法进入的 自然也就不能分解尸体 这也就使得棺木 在很大程度上 减慢了女尸的腐蚀速度 虽然这个问题得到了解答 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 此次的考古 一共挖掘了三座棺果 但是为何只有最后这具棺果中 出土的是一具不服女尸呢 因此他们进行猜测 认为应该和三具尸体的入恋时间 有很大的关系 可是除了这个问题外 他们也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琢磨不透 在起初挖掘的时候 由于第二座和第三座古墓 距离非常近 因此他们曾判断认为 这里是一处合葬墓 可是在开关后 发现里面的尸体 竟然全部是女性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 他们决定进一步研究这些女尸 于是他们将女尸 从棺果中取出 然后通过铜绳子吊装的方式 完整地提取了整具女尸 在抬取的过程中 他们每个人都小心翼翼 生怕将女尸破坏 在抬取的过程中 他们发现 女尸身上的衣物 至今摸来依旧柔软 看来的确保存得非常好 由于常年躺在目诊上的原因 女尸的身体似乎有些僵硬 而且头部也已经定型 通过一番观察后 考古队员们初步判定 这具女尸去世时的年龄 大约是在五六十岁左右 为了可以将女尸 很好的保存起来 他们将女尸身上的丝织品 剥离了出去 然后将其运送到了 博物馆的冰柜中 进行低温的保存 当做完这一切后 他们现在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 了解这具女尸的真实身份 毕竟焦江墓可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 众所周知 一般棺果中都会有墓志明 而他们都会通过墓志明 来判断墓主人的真实身份 墓志明也相当于 是一份个人的档案资料 于是考古队员们戴上了防护手套 开始在棺果中寻找 希望可以找到 关于女尸的身份线索 但是在一番搜寻后 他们却一无所获 除了一些用于防止尸体腐烂的 灯芯草外 就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了 女尸的身份成了一个未解之谜 一切又进入了一个死胡同中 他们经过开会讨论 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那就是从女尸的身上寻找线索 那么这句不符女尸的真实身份 会因此揭晓吗 做出这个决定后 他们将女尸从冰柜中抬了出来 首先决定从头部开始研究 小心地摘掉女尸头上的帽子 而后女尸的头发露了出来 令人惊讶的是 她的头发经历如此久 却依旧乌黑亮丽 后面挽起的发际上 还有一个发簪 此时他们也重新定义了 女尸的死亡事件 可能这句女尸的年龄 并没有他们此前推断的那样大 接着他们把目光 锁定在女尸的衣服上 可是当解开第一层之后 竟然发现里面有一张纸钱 而且能够完整地提取下来 随后每一层衣服里面 都有一张纸钱 这样的衣物一共有八层 这也算是一个惊奇的发现 可是尽管如此 还是没能找到证实女尸身份的物件 接着考古队员们 在女尸的右手上 发现了一个 晶莹剔透的绿宝石戒指 可除了这些东西 就再也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了 不过这些发现的东西 让众人推测 它应该是一位大家闺秀 毕竟明朝中后期 能够铸造焦江墓的 一定是名门望族 但是有一个矛盾的地方 为何女尸穿着非常的朴素 没有任何一件丝织品 有人认为或许是出于她自身的爱好 也说不定 不过一切都没有确切的证据 只是人们的空想罢了 至于这具女尸究竟是谁 目前确实还没有渠道进行了解 或许在不久的未来 这个谜题会被解开 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个女子的身份 究竟是一位大家闺秀 还是一位普通的人家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讨论 喜欢的朋友 记得长按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